有的时候啊 人要是会检讨自己内心的话 我现在怕见好几个 包括这个年轻人跟我讲 他们就会发现啊 很奇怪 尤其是你们女孩 说俩人关系特好 但是你跟对方要是说你自己过得好 据说你们女孩之间需要特别小心 哪怕是你的好闺蜜 她听着听着就不高兴了 炫耀 近乎炫耀 对 她听着听着就可能会产生 包括有时候男人之间也很微妙 你比如说俩哥们对吧 这哥们说找一个女朋友要来 好 当然了 咱们说那边大尾巴郎的话 就说他能找一个很好的 很美的很漂亮的女朋友 我们为他高兴吧 是吧 为他高兴啊 心里在流泪啊 对吧 但是呢 往往你这哥们要真找一个特别优秀的女朋友 甚至是特漂亮 我跟你说 你当然你是他的好朋友 你是用理性来让自己为他高兴 对 你说那个八卦我就想到其实英国社会是一个特别好玩 就是一个方面他们之间就是你看在英国就是大家就聊就是你聊天有个规则好像不太就觉得说八卦是不体面的对吧 但是呢 他是一个八卦业极其发达的那种什么小报不是都是英国的吗 就他们说就是英国的八卦有一个这个原则叫距离原则 什么意思呢 就说 就说我的事 那我的这个就我个人的事是放在家庭里说的就可以说的 那么同事的时候呢 是公司里可以说的 只有名人的事呢 是全社会都可以说的 因为他们跟我们有距离 我们说对我们说他们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很内疚哎我就聊一个人的八卦我不内疚他们就是全社会 对文涛我以前写过骂你的文章 但是我后来我如果现在认识你了我就绝对不会再写 因为因为如果成为了朋友你就完全不能写你朋友的八卦了 因为你是有道义上的责任的 但是以前你是 道义上你得再写一个夸我的朋友 然后如果是就是很远的时候 你就是他作为一个社会名人存在的时候 你是完全在距离之外的你是可以去评说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谁说的非常对 就是你名气的一部分你获得的利益的一部分就包括了被别人judge的这一部分 当然judge里面有牵涉到伤害的部分 嗯 我知道香港那个有个很有钱的朋友啊 也很爱看八卦杂志的 嗯 经常看什么周刊什么周刊哎呀好看啊 这种杂志办得好 直到有一天 自己上了 原来自己是封面里面的 然后我说是耐杂志什么东西卖 犬 就我把他收购起来 请他助理去把周刊收购了来 看你所谓真有没有赤道理 赤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八卦的恐怖的地方 还有你刚说什么歌门的忌妒 伤害性很大的 我记得我不说是谁 有一次我 文涛 我文涛 我文涛 子冬就在一起 有个女生过来 就对于子冬说 子冬老师啊 我觉得你是凤凰间的组合 里面是第二帅 他就杀掉我们三个 第一个子冬不会高兴 为什么我不信心碎 我是第二帅 然后我跟文涛又互看一眼 谁是第一帅 一句话 对 听下一句话 从此我们三个 脸和心不和 就是在那么一句话 这叫一桃杀三世 对 那个女的厉害 比如说像你的工作 或者是加婚 像你写专栏 其实你们都难免 其实会写到八卦的 但你比如说你写这个事情 其实是你认识的一个人 或者你这个朋友 一个有名的人 但你可能会不写他的名 我绝对不会写 我认识的 所以我尽量不认识名人 这个也是 他们说就是这种八卦的原则 就其实你是靠这个活的 但是呢 你写了以后 但是如果有人向你求证 你写的是不是他 你是不会认的 对吧 就说你是 它是一种 就我公开的书面的 去写一个八卦的时候 我是不会觉得 我泄露了什么 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出来了呀 比如说 我觉得像我们写 我们是写娱乐评论的啊 我们写娱乐评论属于二线 一线是狗仔队先去偷拍 把片子 主要也奋斗在一线 然后把那个片子拍出来了 就证据确凿了 然后这个事情再由我们去分析 我觉得就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公众号啊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娱乐公众号 那么比如说有些娱乐公众号是资讯性的 那我这个娱乐公众号 我觉得蓝小姐和黄小姐 我们是属于那种属于分析型的 也有人会把我们定为高端八卦 因为其实所有的人都想看八卦 只不过是有些人会觉得 有些八卦很low 就是他觉得他需要一些 新过筛选的八卦 他去看 我觉得这个八卦里 也是分很多很多很多专业的 我们也说回一通通 说回八卦的定义嘛 因为讲的如gossip 当然你说到最原始当然是不错的 八卦我们都知道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八卦 可是发展上来 一般的确一说八卦两个字 说你是个八卦婆 八卦公 八婆 对八卦 不是八卦 你知道吗国内有一个人叫石流婆 他为什么叫石流婆呢 他说他是八婆中的八婆 所以嫁起来就是石流婆 你知道吗 他说八卦的来由是 以前说香港的那些色情报纸 拿那个八卦图贴的那个隐私部位吗 没有 他有人说是因为 八卦图贴的隐私部位 就是他出来不让看了有的一些部位 拿八卦的那个小图贴在那儿 那种杂质 所以一说八卦就指那种杂质 我们跟所谓的公共利益 公众利益 所谓知情权是没有相关的 然后你要把它爆出来 而且当我们说一个人八卦的时候 其实一定是隐含信哉落祸 这个意味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写评论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评论可以把一件八卦 比方说王宝强八卦 我把它分析里面的性别的权利问题 怎么不对等 甚至整个法律制度 怎么对婚姻有没有保障等等 但是评论我觉得一点都不八卦 八卦就是我们去 你看王宝强这个那个 而且是从那个角度来看 戴绿帽子 活该这个淫荡这个那个 OK 有那种判断 特别道德判断的 跟你无关的是人家的吸引 我真的觉得八卦 我真的没有冒犯的意思 我觉得假如你关心那些事情的人 我觉得一定是自己生活太贫乏 我说那个趣味太低了 那我问你 那个乌迪阿兰的趣味低吗 可是他电影我觉得就是 他躲在一个角落 搜集了很多人的八卦 我觉得那个不叫八卦吗 那个叫艺术的创造 就像我的评论一样 所以你看 我现在有一什么观点呢 我过去对聊这个人家八卦 什么的艺人的隐私 还是有点这个个影呢 是吧 现在我就想开了 就是反正就互相聊吧 就这个历史大潮 好好上上 你知道吗 你不能阻挡 而且我要说呀 它是文学 那天我跟他们讲 因为站在我们这种受过训练的职业新闻人的角度看来 那家伙未经充分证实的东西全都是瞎掰 可是这样世界太没意思了 所以你知道我现在聊这个八卦呀 真的 我是在文学的意义上 我首先要说明这事跟张亮颖人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永远也不清楚 但是呢 这就像是现代演出的戏剧 所以我那天就好有一笔 就是说 在更早以前 你或许有些人你可以说国在队不好 因为他毕竟是偷窃 对吧 可是呢 到了后来你发现这世道变什么样了 是他自己的妈妈 对 是他自己的王宝强 发公开信 对 让全寿就跟人民日报社论一样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明白了这个世界的本质 这个时代的本质 这个时代叫明星时代 也叫社交媒体时代 也叫八卦时代 它的本质就是什么 这些明星啊 就是咱们的样板戏 对 真人秀 你记得当年江青搞样板戏吗 全国人民没有别的可看 于是呢 又是今天价值观这么混乱 谁都不知道 自己被戴了绿帽该怎么办 该怎么反应 对吧 或者说有人谋夺自己家产 或者说妈妈干涉自己婚姻 这是所有人心里的疙瘩 你看 就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很多人也没有宗教 也没有上帝 是吧 党好像也不太管这事了 对吧 光机就需要 明星现在就 刚说了那个王宝强的事 后来不能过程 样板戏 对 说的 文桃里说的对啊 就样板戏 我们在这个戏里 每个人得到他自己的指南 思考 他是怎么办的 然后大家讨论 这么办合适不合适 然后结合我自己的情况 所以你看 那要自己没这种情况 也喜欢看是什么心里 我觉得有价值观 比如说王宝强这个事情 我就写了一篇 就是你会让自己的女儿 嫁给王宝强这样的人吗 就是我们在讨论 就是说像这样的 就是王宝强这种草根出生的 然后就是代表了非常多 底层人欲望的 这样的一个男人 他怎么不去找村口的小方 他要去找这个大城市里的小马 他这种心态在哪 他其实最适合的是找一个村头小方 然后按照农村的那种方式生活着 但是他就是要找小马 这种娇俏的女大学生 证明他的人生价值 你觉得这很难理解吗 我不觉得理解 但是我觉得代表了一种男人的心态 我觉得也代表了女人的心态 就是代表了人性 对 我们要的都是自己没有的 对对对 你比如说马荣 为什么他要嫁给一个 就是说实在他真的是看不起他 就是看不起 你想他那么漂亮的一个女大学生 然后去跟一个没有什么知识 人家是明星 当时他红了 就是因为他当时红了 就是因为当时他觉得 我如果找别的男人 我没有他有钱 没有他有名 他就觉得 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婚姻关系里面 女性还是依然是以男性的这种生产资源 来确定自己愿不愿意嫁 那我又说了跟你抬杠了 那你怎么知道他就没爱过王宝强呢 也许两人经历过爱 最后爱情变灰了 出现了 那你怎么知道他就没爱过呢 所以我就觉得 这就是整个中国人的一种婚姻观吧 就是普通普世社会的婚姻观就认为 女的就应该趁年轻漂亮嫁给有钱的男人 就是有钱的男人是就是我们如果说婚姻是个市场的话 有钱的男人 这个交易是值得的 对 这个有钱的男人是站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的 那年轻漂亮的女人也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 那么这种交易是非常美丽的 是合乎法则的 是不是 我能跟你们说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吗 就八卦对于我来说 跟你们说的恰好相反 我一点不情景带路 就是说我最喜欢的那种感觉 我也看八卦 但我的感觉是我隔着一个玻璃 像我说的不好听点 像动物园我看 不是我隔着一个玻璃 我在看很多事情的发生 我就想看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然后接下来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我没有觉得我一定他要解决我的现实问题 也没有觉得 因为你跟他结层不一样啊 那我当时说是因为这个聊八卦是代替了人类以前撸毛的那个行为 对对对对 你把八卦看得太小了 就八卦 八卦对于人的重要意义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一个学术性的解释 当年我们人类地球上出现过几种可能发展成人类的一个人种 比如说在那边欧洲那边要尼安德塔人 我们最后计划成我们的老祖宗是一种非洲那边来的 就据研究来说 非洲那边来的叫智人 这个据说啊 说书的说 这个智人当时身材也不如尼安德塔人高大俊美 脑子也未必比他聪明 但是呢 就是在七万年前 说是莫名其妙的 我们八卦了 就这个智人 开始八卦了 然后这种 有语言行为 这种不是 尼安德塔人也有类似于语言的行为 就是说这种东西据说决定了人类最后把他们全灭了 就说这个八卦 它意味着开始打听别人的 信息沟通 信息沟通 密集的信息沟通 我们是在就说八卦当中 什么叫东家长西家短 你对周围的情况有个掌握 你知道这个世界分两个世界 说狗肉上不了台面 但是狗肉才真实 上了台面的话都像希拉里 希拉里讲的那个话 无比正确 但你听着不得其所 但是呢 我后来我才发现 你还别瞧 几乎很伟大的人物 私下里 你就包括很多公司 我发现最成功的老板 你比如你像我们这种人 说实在的是属于点自闭症 这种人格局做不大的 就是其实是不敢关心外界 就是说我写我自己文章 就是什么我不想听 洁癖 你知道吗 可是我发现很多做生意成功的 大老板 你在公司打听 咱们公司谁最八卦 都说老板最八卦 老板跟隶属跟着打听 你知道他通过这个 才能掌握这个公司 真正的情况 你说这东西对他有什么用 我觉得最后总有用 就是你通过收集这种资料 就是人的大脑 是一个电脑处理器 你收集的这种资料 越有利于你做出决定 就是你的信息越多 越丰富 那么你的决定可能越正确 那他讯息当然 information is power 是权利嘛 所以文涛说 样板系生活指南 他是用很动定的语言来总结了 我前一阶段的论述 因为八卦本身 information 这个绩讯很好玩 我刚才是说 更重要的是后面 我们看它跟我们的关系 其实八卦这两个字的本身 就包含了这个意思 阴阳生两极 两极生四项 四项生八卦 没错 就是八卦最源头是男女 最后生出了全世界的包罗万象 而且它是八个方面 你知道你比如张亮颖的母女 我最近我在朋友圈 因为我认识的 各年龄层次的妹妹 不是哥哥和妹妹 母女嘛 母女嘛 我发现他们转发 咱们在台面上的 似乎都是这个叫什么 理性平等的 讲的似乎都是说 妈妈怎么能这么做呢 妈妈怎么怎么着呢 你以为真是这样吗 还有一个妈妈圈 妈妈圈里转发出来的 你以为光你写文章吗 我看到同样多的文章 就是现在养孩子 就是养个白眼狼 对吧 从来就没有 就能理解自己父母 同样一个八卦 不同的人 并没有从中改变他自己 反而他加强他自己 你以为他妈妈不该这么做吗 可是很多父母同情他妈妈 甚至张亮颖微博底下都是 听妈妈的话 对吧 张亮颖说我不是周杰伦 你说 但你说的这个现象 我觉得跟现在 就快速产生文章有关系 他连那个八卦都没消化呢 就 你知道我们自媒体 咬了一口 咬了一口 我们自媒体有多拼吗 一个新闻出来 我们当天晚上就要出稿子 就是 多可怕呀 那得胡写成什么样 没有关系啊 重点就是说你可以胡写 读的人也不会认真 不是那句话吗 谁认真 谁输了 今天听你这样 明天原来不一样的说法 你可以说有不一样的情况发生 所以那个八卦的变化 对 我现在就觉得 这个就说这个八卦呀 它实际上是需要什么呢 让我们对自己啊 不要看得太高 我最近发现我心情轻松下来 是什么呀 就是说啊 我觉得实际上 谁也别装大个的 你知道吗 你什么知识分子 你什么明星 什么领袖 你碰到你自己有损失的事 你的那个反应 跟任何一个普通人 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就是人类 是吗 七万年前我们开始八卦 不是就是 哎 你最后你想明白了 你也是个脚底下的爬虫嘛 你就是一样的 很多人觉得我多么高级 你们说了我 我就受伤 可是啊 咱们其实本来都是一样的人 嗯 马老师 非常善良 马老师 对对对 因为因为 我们都是很腹黑 对 我的确是觉得 特别 我们对于 不管什么人啊 陌生人 办公室的人 特别对于家人 这么一点看 不是更好吗 像说回刚才那个 好 因为啊 你说成就有时候 是一种需要证明的东西 我们也不知道 在过程里面 搞不好 他母亲有给他肯定 他不领情而已 到他自己有了成就的时候 他又感觉 他母亲很势利 对他这样敬畏 其实不是 他母亲真的是爱的表现 还有说到底退回来 小孩的话不要相信 我今晚爱我女儿 我可以肯定 我女儿在他同学朋友面前 一定说我这个老爸又凶又又又笨 又又控制狂什么 因为特别在某一个阶段 他们从那个角度看父母亲 他们往往是透过否定父母亲 来肯定自己 就像我们讨论过的 直到某个年龄 他自己经过畅生 悲哀挫败 也自己有了成就 OK 他才能比较平等 公道的看父母亲 不要相信小孩说的话 你就一直等着那一天 但是童童你说 你为什么喜欢八卦 我觉得是 你不觉得八卦是一种信息交流吗 什么的信息交流 就是所有情况的信息交流 我从来不认为 别人说八卦 我就觉得 就觉得是一个很贬低的词 八卦里头就是人生 对对 我觉得八卦里有很多东西 很细节 非常有意思 可以琢磨人 琢磨各种不同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比如说你琢磨一个事 琢磨个明星给我听听 这个好多啊 就是每次我看到这个 比如说金那个 王宝强去离婚 对 他开今天上庭啊 这个开着一辆红色的 这个很廉价的一个车子 故意的吧 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然后我就打出去 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就是他肯定有大把朋友 有很好很好的车 可是他开了一辆红色的 很廉价的 这很有意思 同同 可是我会更好奇 世界上很多东西很有意思 我们看个戏很有意思 因为很有意思 看个画展很有意思 可是特别喜欢八卦 包括我也很喜欢八卦 别误会 我会以为我不看八卦 我会好奇 这样